所以佛法学习最核心的内容 就是破执着 破什么执着呢 就是破对我那个观念很强的执着 这是讲真实话了 所以到佛门里面来 主要是干什么呢 瘦身啊 那个肥肥胖胖的我 和他瘦身 我的观念要越来越淡 目的就是让自我消融 与法性相应 法性是什么 整个宇宙一切众生合而为一 这本来就是一 用在念佛法门 还是这么简单 一句佛号 上等智慧 怎么说上等智慧呢 那一般人讲呢 傻瓜才这样做呢 没错的 全智能 傻瓜修行方法 一句佛号 所有的修行程序 全部完成 全部完成 傻人有傻福哦 所以我们看到念佛人当中 往生的 多半是什么人呢 多半是老实人 老老实实 本本分分 一句佛号念到底 走的时候 清清楚楚 潇洒 自在 大智慧呀 那我们一般社会大众所理解的智慧呢 就是用种种技巧 玩种种心计 用种种手段 获取个人的某些利益 达到 某些 别人无法达到的目标 这是属于聪明的范畴 学佛同修 要认识清楚 这不是我们要学的内容 所以先得分清楚 因此走进来 长期修行的同学 心要认准 要让心实实在在 不要试图跟三宝去玩心机 我们要让心慢慢的老实下来 心静下来之后 智慧会自然而然流露 自我观念淡化之后 为众生的这一种慈悲心 会自然而然显现 佛法就两件事 慈悲和智慧 智慧怎么培养呢 淡化自我 慈悲怎么显现呢 忘我 我的观念过强的人 很难表现出真慈悲 因为自我感受太强了 他只能够在自己能接受的范围内 象征性的对别人好一下下 好一下下的目的是让别人说那个人很慈悲 好两下跟自己差不多好 他就接受不了 为什么呢 自我观念过强 好的超过自己 自己会郁闷好几天呢 因为把自己比下去了 没有办法真正的把慈悲心显现出来 谁在障碍呢 还是那个我 自我观念过强的缘故 所以我们现在种种修学 种种历练 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淡化自我 周围 这是我们真正的成就